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一个分句说的是 夏天到了 后一个分句说的是 点点去乡下的外婆家 夏天到了 点点就去乡下的外婆家 所以 依旧这个结构表示的是 前一个动作完成或情况出现后 紧接着发生另外一个动作或情况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例子 请看图片 小朋友手上的风车转动起来了 在什么情况下 风车就会转动起来呢? 风吹的时候 因此 我们就可以说成 风一吹 风车就转起来了 一 旧这个结构 可以用于连接两个分句 也可以放在一个长句子中连接两个动作 表示 如果有前一个动作或条件 紧接着就会出现某种结果 我们来看看图片 外婆在河滩上抓螃蟹 外婆把手伸到小洞里 马上就抓到了螃蟹 我们可以说 外婆一伸手就抓住了螃蟹 接下来 我们看看练习 这是我们在腊月歌里学到的 小朋友们在煮腊八粥 什么时候会煮腊八粥呢? 腊八节到的时候 那么这个句子 我们就可以说 腊八节一到 我们就煮腊八粥 再看看这个图片 用一 旧的句型怎么说? 天黑了 路灯很快就亮了 你们能说出来吗? 对了 天一黑 路灯就亮了 下面 我们来练习一下 用一 旧连接两个动作的用法 点点在坐车 上车以后 点点就睡着了 所以睡觉这件事 在点点坐车以后 马上就发生了 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说说看 点点一坐车就睡觉 外婆家在乡下 路比较远 坐车要坐很久 等点点点醒来的时候 外婆家就到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说 点点一睡就睡到了外婆家 在第二个动词的后面 加上结果补语 表示睡觉的时间很长 动作达到了某种程度 一 旧这个句型 大家都学会了吧 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 玉玲小明说故事